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白宮記者會又掀起唇槍洩劍 今次由一位華裔女記者挑機 然後激到特朗普彈起 這名挑機的女記者名叫江維佳 原籍在中國廈門 後來就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國的維珍尼亞州定居 他目前是受聘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到底他問了一條甚麼問題 是令特朗普惹怒火 他問特朗普為何標榜美國的檢測率是全球最高 目前美國的感染率仍然高企 而且每天都有人死亡 個案數字每天都上升 為何還要試這個檢測數量在一場全球競賽 特朗普聽到之後馬上就反擊 他回答 全球每一數都很多人死亡 或者你應該去問問中國 而不是問我 問中國 當你向中國提問的時候 你可能會得出一個不尋常的答案 這名江維佳女記者就繼續擁抱特朗普 他就說 為何你要針對我剛才那番說話 特朗普立刻就還擊了 他說 我不是特別針對某個人而說 我只不過是針對那條 Nasty Question 即是說黑人憎或討厭的問題 跟著江維佳再炒炒樣樣 特朗普都沒有再理他 實情這件事就反映出 根本上最近20年移民去美國的中國人 其實有很多都是屬於離岸愛國者 只不過他們愛的不是美利堅合眾國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他們手持著的就是美國的綠卡 和美國護照 但是他們又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搖旗立喊 那裡才死 還有 他們去到美國的時候 就享受著美國的核心價值 享受著美國的人權 自由 民主 法治 但是就為著大陸那些獨裁 來歡呼喝彩 這個就是有相當大的矛盾 亦是令到不少 原本就已經生活在美國的華僑是看不過眼 但是 最近這20年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人數 就已經接近超過了在當地定居多年的華僑人數 這個就會使得當地華僑的結構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就變成了由中國的新移民來主導了 這個情況也不僅是美國出現 而且在加拿大、英國、澳洲和很多其他二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 我還留意到有些在華僑最居地當選的市議員 他們原本都是以廣東話來做宣傳工作 但是近幾年已經一律轉為普通話 因為要遷就那些來自中國的新移民 這個已經對於當地的華僑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至少有很多華埠女頭 本身是以粵語佔了一個絕對優勢 但是搞搞搞近20年多了中國的新移民 就被普通話取代了 而且很多外國人基本上不是太懂得分離華裔人種 一律就以Chinese來概括 那就麻煩了 無論你住在當地幾代的老華僑也好 或者是最近才搬過去的中國新移民也好 他們全部都是當你Chinese 所以最近在美國的人口普查當中 有香港人發起了一個運動 他們就說當他回答這個族裔的時候 就要回答自己是Hong Kong list 其實也是參考台灣人的做法 台灣人早在20年前已經得知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一律就回答自己是Taiwan list 目前已經有20多萬人在美國回答自己是Taiwan list 到底有多少Hong Kong list 我相信亦不少 但是當然這個運動今年才發起 可能有些在當地的老華僑也未有這麼清楚 所以數字上可能還未有這麼多 但是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起碼可以和那些離岸愛國者區分過來 他們喜歡拿著五星紅旗響樹搖旗立喊 在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那他們就Chinese就夠了 起碼Hong Kong list 就給人一個印象 不是那些人來的 好了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事 有些歐洲的選手就出來頂證 說在去年10月參加武漢軍運會的時候 就已經受到感染了 第七屆的世界軍人運動會 就在去年10月18日至27日期間 在武漢市的樹舉行 有很多歐洲運動員 回到去以後就發現到自己感染的症狀 原來是和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差不多 所以就紛紛地出來作出見證 首先就是法國女子現代五項運動世界冠軍 富威爾 他就說和男朋友貝勞以及法國代表團的成員 在武漢軍運會比賽結束之後 第二天就回到法國 他們整班人陸續出現發燒 肌肉疼痛和疲倦等等症狀 有些人的情況下更加嚴重 也有運動員出現了一些從來未試過的症狀 起初都以為是流感 普通碎料 但是到了全球大流行的疫症爆發的時候 軍醫才告訴他們 實情你們當時感染的就已經是這個疫症 代表隊裡面很多人都是這樣 另外意大利的前奧運男子劍擊冠軍塔利亞里歐爾就說 他和另外五名同房的選手 在比賽結束以後都出現了一些類似疫症的症狀 連續三個星期發燒 咳嗽 呼吸困難 吃完抗生素都沒辦法緩解得到症狀 很難才好得回 而瑞典的游泳選手史塔克奇歐提就說 整團代表團都出現了相關症狀 至於盧森堡游泳選手亨克斯就說 同團有另外兩名隊員在參賽期間已經病了 他質疑大會安排20萬名中國義工每晚都回家休息 很可能將病毒帶回選手村 令到這麼多國家參賽者都染病了 根據中國官方數據顯示 手中的個案是何時出現的呢? 就是去年12月8日 但是根據《南華早報》早前引述中國官方非公開的消息透露 原來去年11月17日已經出現手中的個案 只不過現在是說軍運會是10月18至27日 到底這件事是還是不是呢? 原來又有些端藝出來了 根據美國參議員Tom Cotton所說 有資料顯示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一個高度戒備實驗室 在去年10月的時候曾經封閉了十幾天 在10月7日至24日期間完全沒有手機活動 而在10月14日至19日之間 實驗室周圍的手機網絡流量竟然是零 Tom Cotton質疑武漢病毒研究所周圍的道路 每天有上千上萬的手機連接這個基地台 為何在10月期間突然全部中斷呢? 而且一斷就斷了好幾天 到底是否顯示這個病毒研究所周圍 可能曾經被強制封鎖呢? 美國必須確認這件事的真偽才行 而且他還說到 還要了解原因 因為這很可能是另一種間接的證據 表明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發生了某種事故或爆發 從而導致了全球大流行的傳播 到底這件事是堅定流呢? 必須要由當地和盤托出的證據 但大家留意一下 他說這個10月7日至24日期間全無手機活動 剛好有幾天跟武漢軍運會 即是10月18日至27日有幾天是重疊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證據 為何當時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在實驗室周圍 是不是全部關掉了基地台 還是直接把整個範圍封鎖呢? 至於歐洲運動員 他們為何回去之後會出現這些症狀 與目前全球大流行的疫症相似呢? 這件事是要調查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 這個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曾經在Twitter說過一句話 他說這個病毒很可能就是 美國軍人參加完軍運會之後 帶到中國的 在歐洲運動員出來作出指控之前 從來沒有人提過這個軍運會 首先提出的是趙立堅 為何他會把這個源頭聯想到美國軍人呢? 到底他是否知道一些什麼內情呢? 很巧合 當然有可能真的是巧合 但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這麼多巧合呢? 其實當時趙立堅也是在Twitter上 跟美國的政客發生罵戰 你無非都是要找個說法出來反駁美國 為何你這麼多不說 特地說中了武漢軍運會呢? 這是很奇怪的 所以絕對值得去調查一下 到底那個源頭是在哪裡?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